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也是24年来首次踏出缅甸国门 另外缅甸官员也表示 总统登圣原定本周到泰国访问 不过这项访问已经延后 北韩现任领导人第一书记金正恩 在26号视察动物园和游乐园 他也首度以戴帽造型公开亮相 从北韩官方公布的影片中 金正恩视察动物园的同时 也指示原方应该增加世界争取动物的展示 例如企鹅 但可怜的是 一只小棕熊正被金正恩视察时 稍微反抗了一下 就被工作人员打屁股 造价20亿美元 全球最大无线电望远镜 平方公里列阵 将在南非和澳洲等国家兴建 设置地点将散布在南非 澳洲和纽西兰 并包括低频 中频 以及高频望远镜 以探测外太空世界 据了解 SKA的灵敏度 是当今功能最强的 无线电望远镜的50倍 警察也在电视终于报道